今天与陈小姐的对话 我想陈小姐 一定知道其中的分量 这是关乎到本案的核心机密 如果陈小姐 要是不幸泄露出去 我想令尊大人的仇 怕是永远不能报了 我发誓一定不跟任何人讲 好 不瞒陈小姐啊 我们在办案过程当中 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们请求帮助 那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 我不知道陈小姐 听没听说过前段时期 商业厅周厅长遇害的那个事件 没有 好像在报纸上看到过 商业厅周厅长的遇害 和陈先生的遇害的 前后经过以及作案手段 完全一致 这一点 陈小姐恐怕不知道吧 这就意味着 杀害周厅长的凶手 和杀害陈先生的凶手 极有可能 就是同一个犯罪套 事实也真的证明了这一点 小姐 我让你看点东西啊 你看看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在他们遇害现场发现的 北平除奸团 团伙作案的特点就是 他们有严密的组织 除了一两个犯罪的 容易留下线索之外 其余的案犯呢 都有极强的隐秘性 我们只有充分地掌握了证据 才能将他们进行抓捕 还有 就是 我们一定要弄清 他们的组织情况 才能进行一网打尽 彻底地铲除这个团伙 为逝者报仇啊 我不知道 陈小姐愿意不愿意帮助啊 我愿意 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这个人吗 王宇 王宇修 他是我们的嫌疑人 怎么会 不会的 可惜这是个事实 据周厅长的司机讲 周厅长在遇害的时候 有一名凶手就是骑着 标志牌自行车行凶的 那有标志自行车的人很多 他那群朋友就有四五辆 可全北京一共才八辆啊 而且最近 也没有失窃的记录 人家都在家里好好搁着他呀 那 那他可能借给别人用了 好啊 借给谁了呢 这就是我们要掌握的情况啊 那 那需要我做什么 弄清楚他的那伙朋友 跟北平初奸团的关系 你们怀疑 他们就是北平初奸团 那章粤呢 那章粤呢 你一定是误会了 这 不可能 不可能 别别呢 干什么也就拜托你了 行了 你们好意料 李老板啊 您慢走 您慢走 您好 有 有个任务 你说 陈柏宇有印象吗 有 从今天开始 关注她的行动 看看行动 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 尽量查清楚 她都跟什么人接触 是 你再好好想一下 都有谁知道那天 你父亲会去三通会接你呢 都是家里人 没有别人 你再好好想一想 这可是 本案关键的一个节点 凶手一定是提前知道了 你父亲会去接你 才在那儿提前设的埋伏的 爸爸让轻语告诉我 轻语给我打电话 没找到我 冷遇告诉英良哥哥 英良哥哥找到我 还有广司伯伯也知道 也是大姐告诉他的 和和广司 和和英良 他们 会把这个事告给谁呢 刚才冷遇打电话来说 明天让你什么地方也别去 因为明天晚上 你父亲会来看 天哪 那天他也在 谁呀 张悦 他怎么会在哪儿啊 我不想说了 英良哥哥 那天来找我 告诉我爸爸会来找我的时候 张悦正好拿着 刚买的照相机来找我玩 其实张悦是和我一起知道 我爸爸第二天晚上要来接我的 天哪 看来陈小姐也是个性情中人哪 怎么会这样的人 一边杀害我的父亲 一边又对我 天良未敏哪 如果他真的参与了 他对你心存歉意 也是有可能的 别说了 你们既然有这么多这样那样的证据 你们弄他们来审呢 你们不是怀疑王允修吗 你们为什么不抓他来 让他交代 你们不是有很多证据吗 不瞒陈小姐啊 现在有很多东西 也是在怀疑 没有失足的证据 你想啊 这帮公子哥啊 哪个家里 跟现在的政府里头不是 有着攀根错节的关系啊 我们现在要是贸然行动 一定会打草惊蛇的呀 那抓掉一个 岂不跑了一群呢 陈小姐 如果你能接受这个工作 你将直接接受我的领导 那我具体要做什么呢 做什么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地简单 你看想办法接近他们 跟他们嬉戏玩闹啊 人云亦云 有一条 把你看到的人 听到的话 向我汇报一下 当然了 这个工作 说是简单 但是 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危险我倒不怕 我说过 为我父亲报仇 我万死不辞 只不过 我觉得这个工作好像有点 有点复杂 太难了 你知道 我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我心里藏不住事 高兴不高兴一下就看出来了 我二姐可能比较合适 亲郁 她比较冷静 小姐啊 如果需要你二姐 我们一定会去找她 我觉得你行 行吗 这就看你的决心了 多想想啊 多想想我们的亲人 是怎么离我们而去的 能让我再想想吗 当然可以了 燕京大学 有个叫沙千帆的教授 最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从经济学角度 鼓造大东亚共融 在社会上 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一定要除掉它 她最近总是这个样子 爸爸的死对她打击很大 她还是不够忙 把你的事情都给她做 她就不会这样了 看你说的 她还是个孩子呢 她觉得爸爸的死 跟她有关系 真羡慕你身边 有那么多朋友和同学 我们从台湾到北平 什么同学啊 老师啊 朋友啊 统统都不在身边了 本来这个时候 是最需要他们的 还好 你们有四个姐妹啊 也不会太闷 我这一辈子啊 多亏有几个朋友在 要不然非孤独死不可 我本来有个姐姐 小的时候出电话死了 你跟王公子的关系 就跟亲兄弟差不多吧 对 王雨萱 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她是我们的嫌疑人 极有可能 是谋杀你父亲的元凶 怎么了 是吃得不舒服吗 没事 我就是 没事 是不是不舒服 如果是就说出来 张月是医生 医生也不包治百病啊 我就是有点 有点耳鸣 好了 偶尔的耳鸣 倒不是什么大事 可能是由于心情太紧张 或者是压抑时间过长 莫玉 我们请张医生一起来看你 就是想让你跟他出去玩一玩 散散心去 是啊 你老这么闷在家里 我们都挺难过的 不瞒你说啊 我最近都没怎么跳舞 主要是跟你搭过之后啊 别人都不入我乏眼了 今天三层会有舞会 愿意去吗 不去 据说天墙那边 有几个书相声的也不错 你们别为我操心了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 好像我又神经病了似的 我没事 我就是没心气 再让我还两天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我不敢正眼看他 甚至不敢走到他的身边 我真的不行 我怕我会坏了事 我太没勇了 行了 女孩子嘛 难得的是你有做这种尝试的决心和勇气 这次明白了吧 人们说这个报仇啊 写恨啊 是不是 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真到了这个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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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啊 咱们就算过去了 你也早点回家吧 等等 有什么别的我可以做的 我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行了 行了 还是回去 过你们大小姐该过的生活 好争一下 慢慢地等我们的好消息 相信我们 但是要给我们点时间 走 张医生 隔着枝鸭 墨玉还是远远地看见 张月正推着弧毅 在医院花园散步 对啊 那你要加油 我三姐呀 她是很好很好的女孩子 只不过 墨玉的脚步慢了下来 她实在无法相信 在这样一张诚恳的面孔下 会藏着一颗那么歹毒的心肠 所有那些殷勤与关怀 微笑与欣赏 那些情真意切的表白 都只是杀人害命的幌子 你能做我姐夫 这太可怕了 世上会有这样的人吗 不 绝不可能 对 张月 张月 墨玉 怎么了 墨玉 怎么了 墨玉 有点耳鸣 你要总是耳鸣就得去看医生 我担心你有点内非米失调 是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一边杀害我的父亲 一边又对我 天良未民哪 如果真是她干的 她对你心存歉意 这也是可能的呀 要是真觉得烦咱们就走 我们是想让你热闹热闹 让你高兴点 不是让你陪我们 走 咱们走 森森 森森 怎么了 没事 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墨玉这儿好像还是不太习惯 那我开车去 不用了 你们再玩会吧 别扫了你们的兴 你们也难得出来放松一下 再玩会吧 没事啊 我送墨玉先回去 我们俩就连黄帽车就可以了 你自行车呢 你骑车带她回去多好啊 又不远 车在医院呢 我是坐合合军的车 倒到他们家 那你骑我的 你看她这小脸煞白 应该出去多接接地气 我先骑车去啊 咱们可以骑车兜一圈 不好意思 扫了大家的信 过些天我再赔罪 怎么了 先生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先生 没事的 没事的 如果张岳 仅有陈墨玉朋友的一重身份 她断然不会参加谋杀的 但如果她是一个组织的一员呢 而这次谋杀 如果要是组织的决定呢 她该怎么办 倘若这些谋杀 跟他们没有关系 这个也是我们 需要掌握的情况呀 我们只有掌握了 这些真实的情况 才可以帮助他们洗清罪名 我们不想滥杀无辜 但也绝不让凶手逍遥法外 让王陵得不到安宁啊 温宇 我希望我能是你隧道口遥远的光亮 我会一直亮着等你走过来 如果你需要我陪着你 告诉我 我愿意 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晚上我很高兴 只是我的情绪还不太稳定 爸爸的离开让我很难接受 你说得好 这些天我确实感觉在走一条很长的隧道 很深 很压抑 很痛苦 我愿意早些走出来 愿意你陪着我 你也知道我 那天天你再想 你这天还比我 你这个那天天 有什么大的影响 你这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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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他怎么说 说自己无能 怕回来大事 不要着急 他还会回来的 等着吧 等着吧 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 已经过去了 过不去的只有陈家姐妹 而陈家几个女儿里面 别的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养病的 念书的 伺候病人的 只有陈墨玉 她没有别的事情 愿赌吗 我说你 杜金你爹 他约我周末去喝茶 说大家都想见见我 都很关心我 我想他们已经认同我了 从现在起 我可以开始工作了 陈小姐 勇气可嘉 但是你还得明白 你所从事的 是件什么性质的工作 明白 在这儿 我还是想提醒一句 不是意气用事 做出的选择吧 不是 不是 我是想知道真相 其实我是想证明 这一切不是他们干的 起码不是他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你不用担心 如果 如果真的是他 我们就是敌人 他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伪善的人 我更不会手揽的 司马 你把那些病人的故事 再给他们讲讲 行了 人家都知道了 你别这白虎了 山沟王 你是咱们人家 最对落伍的一个了 我们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 慧如 那个病人啊 特有意思 他们去茶楼喝茶 好像是去探查一个什么人 那个人应该是燕京大学的老师 还带着一个女学生 在另一旁喝茶答疑 挺好 但是他们之间并不用真名互相称呼 他们都有他们的别名 据说是来自他们之间的一个读书会 什么意思呢 他们都是一个读书会里的成员 按照入会顺序给自己起了名字 他们的本名叫什么呀 有什么急事吗 有 关于陈小姐的 陈小姐最近的行动不是很有规律 他通常是跟一帮年轻的少姐在一起 除此之外 他还去过两次西斯牌楼的老余泰茶楼 现在看 这两次见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对 一个四十多岁穿中山装的人 就是说 看来他们一直在一起在干什么事 还是怕被家里人知道的事 要不干嘛不敢在家里谈 一个大小姐 对了 今天我在警察局对面 正好看到这个人出来 门警向的经理 他没还就走了 看来官不小 这个人长得什么样 小眼睛 秃头 样子怪怪的 下次陈小姐再去茶楼 立即通知我 去喝茶了 去喝茶了 没来找我 喝谁呀 王允修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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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了 好 国民政府 那杀死爸爸的也是国民政府 这些都是有政府背景的谋杀呀 他们管这个叫 除奸 国民政府一直痛恨你父亲 跟日本人的合作 他们不仅炸毁了野铁锁 杀害了你父亲 爸爸 并不是情愿的 他 他是为了我 真的是我害死了爸爸 他们 他们不能这么不分气喉灶牌 莫玉终于相信了 出奸团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彻底陷入了 别人为他精心准备的圈套之中 坚强点 先生 放哪儿 三姐 听大姐说 你最近怎么跟张医生一起出去 你们是在约会吗 没有 骗人 张医生敢去找你啊 还是我鼓励的呢 看见张医生每天兴高采烈的样子 你们就是在约会 你就是嘴硬 真的没有 我现在有比谈恋爱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你不觉得张医生很可爱吗 他对你也很好啊 洪玉 你听我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止一张面孔 我们要学会看到面孔背后的那张面孔 没听懂 没听懂 你是明白的 没听懂就记住 在心里记住 原来我也不懂的 不过最近好像懂一些了 这局子里边这两天怎么多了不少人啊 走廊里的人我都不认识 弄了个特别处 专门抓抗日的 南京 共产党 学生 都给他们管 这有疲劳没功劳的事谁干呢 日本人直接抓 其实就是全由中国人组成的日本特务队 从各个区调人上来 局里的人很少 还专门从河北警署调来了个畜场 这是怕你们盘根错节地走漏了风声 这事啊 你瞧这儿吧 这才是汉奸最不熟悉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带弘运区他的内容 星期天下午 日本俊乐部有怪事家人 你呀 还是让他乖乖在冰房里待着吗 他的乖都快长毛了 星期天下午我不行啊 那 那你叫慧如跟我去吧 我让他现场翻译给我听 慧如那时候也不行 我们读书会有约会吗 不是 我的读书会 还有很多别的人 那好玩吗 那我也要去 你可别去 特别没劲 我们要去一个书店听讲座 骗人 你们听什么讲座呀 你是学医的 慧如是学外语的 这和英语医学都没关系 是你不感兴趣的 走吧 他们周末要到燕京大学的 一个书店里聚会 据说会去很多人 他们经常在一起的 那些人都会去 我猜 这应该是他们组织的 一个聚会 哪个书店呢 不知道 据说是办讲座 有不少人 应该不是一个小书店 先生 先生 既然聊天 在哪儿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 日文在建筑大校 设立下买入 宣布 显正从外地调命警察 服刑说机会危险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要出去吗 嗯 回学校去 你不晚上再回吗 车子不在 今天有点事 有什么急事啊 你在家陪陪我吧 天天就我一个人在家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跟我说说 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 叫你说得那么可怜 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下次吧 陈清玉 我发现你是对我们 越来越没有感情了 你不理我就罢了 也不去看看洪玉 真不像你说的话 三三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真的来不及了 你跟洪玉说 下周我直接从学校 到医院去看她 在医院陪她住一宿 二姐 你别走 陈清玉 我今天不会让你走的 我本来答应别人 不告诉任何人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们学校 今天下午会很乱 警察会到你们学校 要去抓人 搞不好还会有打枪 万一伤着你怎么办 你不要回去 警察为什么要到我们学校去抓人 你怎么知道警察要到我们学校去抓人 你怎么知道警察的动向 你干什么 陈茉玉 我当然知道了 是我告诉他们消息的 我和警察是一伙的 我告诉他们今天下午 会有很多人到燕京大学机会 都是那些杀人害命的亡命之徒 我让警察去抓他们 警察现在应该已经埋伏好了 天哪 你都猜不到是谁 是张悦 还有她的那群朋友 想象不到吧 但就是他们杀害了周厅长 还有那个教授 爸爸也是被他们杀害的 是吗 这里是千详一筹断装 请找我向你们老板 我就是 你有事请跟我说 我原本定的 今天下午给我送货能的批丝绸 我要退货 我要取消在你们店所有的订货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让他也不要来招呼了 你跟张悦他们在一起 你跟张悦他们在一起 就是为了探听他们的情况 然后报告给警察 当然了 要不然我怎么给爸爸报仇 难道我自己去拿枪对着他们 他们杀害了爸爸 他们要血债血长 爸爸的仇就要报了 莫鱼 莫鱼 你闯大火了 叔叔 把门过好 谁来也不许开 少爷 你干吗 你干吗 我要去通知他们 下午的活动取消 我就是这个组织的 我负责所有高效的 抗日外围组织 杀爸爸的是日本人 不是我们 那个周厅长和沙千帆 都是我们杀的 但爸爸不是 可他们用了同样的手段 杀害了爸爸 我再说一遍 杀爸爸的是日本人 是日本人冒用了 除奸团的手法 目的就是要嫁回给除奸团 你被骗了 爸爸的死跟除奸团 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 那传单 那杀人的手法 都是一模一样的呀 除奸团的任务 就是惩处汉奸 可爸爸不是汉奸 没错 爸爸不是汉奸 但他们误会了爸爸 爸爸因为我的事 和日本人合作 他们以为爸爸是汉奸 他们炸了椰铢 也杀害了爸爸 椰铢 是爸爸自己炸掉的 好 日本人就是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才要杀害爸爸 许叔 快 把我烧 烧干净 甭锁整栋楼房 不能让他跑了 一起走 家里有人吗 老爷上班去了 太太呢 在周太太家里打麻将 那就好 那就好 少爷 薛叔 薛叔 听我说 把这些文件 都购楼上烧掉 上面还有个箱子 把里面的东西一起烧掉 里面烧完之前 你哪儿都别去 薛叔 你一定要烧干净 一个字都不能留啊 你还没有支撑 你都不想撑 你 alde的 你比较晤 你得好 你这是有个人 今天帮助 有什么事 我最讨厌 你得好 你为你 长官 别了 你bolt 你比较好 你永远 你的天 你落了 你怎么能 我打你 请问张医生在吗 张医生 张医生不在 他已经走了 张医生 bermicke 好 走 抓回去 站 有人吗 您要怎麼說 老闆下午我想在這兒 對不起 我們書店已經包出去了 你好 請問講座是在這裏嗎 我們是過來聽講座的 在二樓 謝謝 沒有子彈了 是 快點 好 謝謝 快, 拉警戒线 把所有的人全部帶走 是 好少啊 年轻人, 我很欣赏你 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合作 少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준 偷偷的话语 像心中泛起的淋漠 随风鲸 只揍像空空的心 让它慢慢忘记渴 Vedic 过分的背影 像蚝鸟飞过的痕迹 我处迷 只剩下藏着的情 让生命去回答所有迷居 我生生 像人动怒 忘不了你 生死相依 看过的你 看过的你 不知幻念 暗夜冲冲 泪淋漫暴 身不由己 千万回忌 看过的你 看过的你 都只能意 看过的花园 像心中泛起的涟漪 随风去 却留下空空的心 让它慢慢忘记了情 空的背影 像帮鸟飞过的痕迹 我宠迷 只剩下残缺的情 让生命去回答所有迷居 我宠迷 我宠迷 笑脸漫漫 忘不了你 说死相依 恨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成幻灭 蜗蜗蜂 泪雨漫漫 伤不由己 千万回忌 恨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成幻灭 我宠迷 我宠迷 笑蜂蜂 我宠迷 笑蜂蜂 忘不了你 生死相依 恨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成幻灭 让我宠迷 笑蜂蜂 忘不了你 生死相依 恨过的你 恨过的你 都成幻灭